战神 兵官神勇机智果敢 勇斗歹徒 孩子 一个人暑假孤零零 他爸爸去哪了 魔镜啊魔镜 我爸爸妈妈都去哪了 班长 放影员的痛 就是胶片电影全部数字化了 跟这老胶片差远了 好好准备 有的吗 这些故事来自一步步 冰味十足的微电影 接下来我们看微电影 说趣味幕后 马上走进军旅文化大视野 首届全军业余微电影创作比赛 一等奖作品展播访谈 冰味十足微电影 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准时走进军旅文化大视野 我是周伟 最近我看了几部微电影的作品 感觉非常不一般 除了他的拍摄水准 非常的专业以外 而且故事都是结构的跌宕起伏 表演也是质朴无化 这些创作者都是来自我们基层军营的 普通战友 他们虽然是业余选手 但是拿出的电影作品 绝对都是专业水准 今天我们就节选了几部优秀的影片 和大家一起来欣赏 并且走进他们的主创团队 听一听他们在创作当中的有趣故事 首先欣赏第一部微电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你今天上午 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下午我们专业学习 晚上条例考试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工作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这就是我们驻守的数据站 地处偏僻 人烟稀少 离这里最近的一个小镇也有四十公里 除了天上偶尔飞过几只鸟 基本没有其他生物到访 山下住的几户人家都是朝鲜族民众 他们多数年轻人都去了韩国打工 家里只有老人和小孩 所以我们经常去帮他们干农活 村里三年级以上的孩子 在镇上的借宿学校上学 而三年级以下孩子的文化课 自然就落在了我们数据站官兵检上 有时甚至维护治安 调解矛盾都来找我们 让他们一直把我们看作是最亲的亲人 一百八十一 一百八十二 一百八十三 一百八十四 一百八十五 一百八十六 全不滑了 一百八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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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今天还是你俩做饭 老大你怎么这么好的体力啊 用意识懂 咱们身体素质都差不多 就是看水灵撑到最后 山盖你咱也知道吗 当时我们总没拉帽落河 最后我们还是赢 靠在就是赢 都说过八百回了 我去做饭 别听了大人 你今天说我也爱听 stood 不让我做饭就行 滚滚滚 八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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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八十七 两十七 八十七 六十七 八十七 八十七 三名歹徒被保安发现后发生激烈打斗 致两名保安致死一伤 现场监控拍摄到其中一名客户手臂上有个隐形阻止 案件正在轻易不动 三名盗窃文物的嫌犯原来是逃犯 他们嗅到风声 没敢坐长途车 选择躲进山里 正好住进了金大爷家 班长带着小帅出发了 三名歹徒被逃逃 一天时的期责 不是一日月分开 不算港广 未来要负下 对 大哥 这一票我们能分多少啊 够换独赖吗 行了 别客气 怎么带着韩国再说 哎 请来请来 班长 现在怎么办 现在对他们情况找我不清楚 要过去一个人看看 小帅 你穿近代的游地员衣服 自己宣布我又激进他们 确认一下他们是不是协议犯 最好是领导部里面去摸一摸情况 王小丽的家吗 有您的包裹 这什么票啊 这里不是42号吗 不要了 这东西好像挺贵的呢 这家单子写的是10万 我是王小丽 东西给我吧 哎哎哎 这包裹真是我的 你没骗我吗 长这么大我就没撒过我 好吧那你签收吧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要不要打开看看里面会不会坏了 滚 长哥 这张气 又有点傻有力啊 情况基本没清楚了 有个人手上有纹身 有监控器拍到一样 他手里还抱着个包 古董应该就藏在里面 还有一个挺凶的应该就是金德成 他们有一把长刀和一把匕首 班长下不怎么办 对 金德成就行 有点东西偷出他们 二十分钟会 公安和部队你们就会 是 本来拖住嫌犯就算完成任务 可是金大爷的朋友忽然上门 他的儿子 一个调皮的小家伙 惊扰了三个嫌犯 他们要逃跑 陪着 救命 我 开 火 君德成 你在这儿老人 死 今天这个东西你这帮不这了 我无缘无仇 你不要回贫我们 做我这东西你带不这 好 不要再并属 过去 不是 情急之下 班长拖住了金德成 两个本来要逃跑的麻烦 也被小帅堵住 打死你的脑子 小心 小心 确实择 确实 applied 确实 在後面 倒震 站住 老朋友 你怎么样 跑不练不练 继续踢跑不练 跑不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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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劫辨楼 劫辨楼 一 优优独播剧場 前几日 市博物馆里被盗的古董兽猴已经追回 警方称 两名歹徒被解放军战士抓获 一名歹徒在逃逸过程中出车祸正在医院抢救 情况不容乐观 更多的细节警方没有通 叔叔你真厉害 把弹弹开车跑了 你怎么追杀他的 用意志懂吗 一会儿叔叔跟你讲上岗岭的故事 好吗 好 叔叔以后我也要到你解放军 这里 好啊 下车 下车 今天是2015年10月1日 是祖国母亲66岁的生日 我们的星河寺 祖国人民 我们的四元寺 一切为了祖国 一切为了人民 苏星赛 全体资源向祖国母亲 敬礼 欢迎大家回到军旅文化大视野 来我们还是认识一下这一部电影的主创人员 给我们做一下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是这部电影的导演和编剧 我来自空军营机场上 政治处范园 我叫马良 大家好 我是来自空军营机场上 郭莫馨 我是这部电影的演员 自演版本的一个主色 我知道这部电影获得了最佳编剧奖 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 是从什么角度来挖掘这样的一个故事呢 构思这部片子的时候呢 也是借鉴了疯狂的石头里面一些手法 比如说我在里面设计了几个盗窃范 本来要逃走的 要坐车逃走 但是遇到一个看手机新闻的人 创了一下 耽误了最后一班车 没走了 然后只能往山里走 在他生气的时候 把苹果一扔 砸到了一个卡车司机的眼睛 到最后这个卡车司机也出现了 就是云差阳错的 把这个罪犯给创伤了 故事吧 一般它都有两条线 一条叫情节线 一条叫成长线 情节线里面 我们讲的是一个班长 带着几名战士 和那个盗窃犯 搏斗 然后留住了国宝 然后成长线这一块呢 我们讲的是战士小帅 从一开始 不太愿意听班长唠唠叨叨 讲一些战斗历史 到和班长一起勇斗歹徒 到班长受伤 激发了他的斗志 然后挑上汽车 以那个歹徒展开生死搏斗 最后胜利 诠释了这一部戏的主题 战场上没有行不行 只有敢不敢 我们的这个主演 我们的班长 是我们的生活原型吗 对 生活原型 你在表演这支部影片 能有什么样的体会啊 我就是作为一个少所班长 作用非常大 班长不仅平时要传授 一些专业上的技术 要掌握他们的思想 在影片中 讲到有两方面 就是在一次越野的时候 特意跟那个小帅 讲了那个上杆里战役的故事 和空战的历史 就是想让他知道 作为一个军人 在战场上没有行不行 而是敢不敢这种精神 后来又在那个歹徒包队当中 班长用那个实际行动 去感染了小帅 小帅最后与那个歹徒斗志动 只是他造成任何怒吼 最终抓获了他 班长也感觉到很欣慰 我觉得你后边说这个 我觉得更生活一点 有很多作为兵头将尾 这个班长起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作用 真的大多数时候是身教胜于言传 更有感染 这是咱们其中一个剧照 这是什么情节 做高难度的俯卧生 做体能训练 我们平时就是把脚搁在窗台上 然后来做体能训练 为什么要这样做 锻炼士兵的身体素质 哪个是你 我看看 那是一身嘎嘎肉 看来是身体很眷硕 看过这部影片以后 我觉得这部影片创作没有特别华语的语言 也没有特别炫酷的这样一个特技 但是就是这么质朴 就是这么一点一点的微微到来 给我们一个非常鲜活的这样一个形象 故事的主角就是几个普普通通的战士 在基层就是在普通不过的几个兵 然而就这样普普通的几个人 在祖国召唤的时候 在人民需要的时候 他们能够战出来 用他们的血气当当去战斗 去守卫祖国和人民 这也是一个兵 真实的血照 在平方的岗位上 然后当负着神圣的使命 班长呢 你觉得呢 你觉得这个为什么大家这么喜欢这部电影 这部电影很适合我们 对于士兵来说的话 给他们带点一些兴趣 一点乐趣 还有里面打队的场面 也是比较普通的 就像那些电影里面 动作特别华丽 在拍摄普通 尤其是那个班长拿石头砸那个带头头的时候 本来是那个电上泡沫的 结果砸的时候砸歪了 砸在耳朵上去了 哦 真砸上了 砸上去砸盲了当时 砸盲了 休息了有十来分钟 还有就是在后面那个小帅和那个带头 在车里面跑都也是一样 拿那个班手砸头的时候也是 也砸歪了 又把那个小帅砸盲了 这怎么都砸歪了 这两个情形是比较搞笑的 对啊 你是觉得在拍摄过程中比较搞笑的 是吧 对 横线出来 大家也是看完以后是非常高兴啊 刚好觉得这郭梅兰说这点挺好的 就是让我们的战友们 看完以后感觉到一种轻松 对对对 在轻松娱乐当中 能够感受到我们身边战友的那样的一种 平凡当中的不平凡 这一点我觉得是我们这个影片一个独到之处 但是最终当三个人又集合在一起 到片尾的时候 向身后的祖国和人民进入上冲高的军力的时候 我们突然间感受到了军人的这样的一种冲高和伟大 这就是我们的这样的一种反差 这样的一种张力 好谢谢 谢谢二位 来欣赏一下下一部的微电影 魔镜啊魔镜 我爸爸妈妈都去哪了 啊 你是不是没有爸爸妈妈呀 要让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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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人暑假孤零零 他爸爸去哪儿了 首届全军业余微电影创作比赛 一等奖作品展播访谈 冰味十足微电影 我 sounds like 梁来梁,梁 regulation 你在干嘛呢 你看 妈妈从游乐场给我买的新篮集跳舞一下 天天回家啦 魔镜啊魔镜 我爸爸妈妈都去哪了 是不是不要我了 这个不知道爸爸妈妈去哪的孩子 名叫杨阳 整个暑假是和奶奶一起度过的 可是奶奶也生病住进了医院 奶奶 奶奶快吃饭吧 我孙子你吃了吗 吃了 吃了什么呀 很好玩 你陪我 你陪我 我孙子的爸爸妈妈 好久好了 我都好久没有见过他爸爸妈妈了 明天开学我去帮你给他告老师 杨阳 杨阳抢着吃了胖堆的炸鸡 刚开学 老师就接到了胖堆的告状 杨阳 开学第一天就有人告你状 打架是不对的 知道吗 那这事儿 你爸爸妈妈知道不知道 以后别再打架了好吗 好吧 先回去吧 很好 下面我们请小华为大家来介绍一下 暑假作业中 有一项是和爸爸妈妈的邮寄 杨阳没有完成 她心里发慌了 我和爸爸妈妈的暑假邮寄 这个暑假终于到了 爸爸妈妈早就带了我去旅游了 我来看一看我青龙已久的大草原 我在大草原上骑了马 还跟猛虎包里的同学们学生教 做了猛虎包 还看了后果我会 你是不是没有爸爸妈妈呀 牙脸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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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我的快乐的暑假 同学们 大家的暑假作业完成得非常好 不仅记录了假期的收获 还分享了和爸爸妈妈在一起的幸福和快乐 不过咱们班的杨阳同学还没有说 同学们 同学们 这种传染病的去向 杨阳的爸爸妈妈就是专门治疗这种传染病的军医 他们冒着生命危险 在非洲救治了许多像你们一样的小朋友 还有许许多多小朋友的爸爸和妈妈 杨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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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这儿有一段视频 杨阳 杨阳 我们刚完成今天的工作 非洲的疫情就要控制住了 我们很快就能回家了 杨阳 杨阳 在家一定要听奶奶的话 听老师的话 好好学习 按时完成作业 一定要自己照顾好自己 这个时间 爸爸妈妈不能陪你了 儿子 对不起 在爸爸心里 你已经是个男子汉了 不但要照顾好自己 还要照顾好奶奶 爸爸妈妈 很爱 是指导 是个精神 等爸爸妈妈回的国 我一定把你做个业务 知道 摩执啊摩执 求求你让那些得病的人 快点好歉吧 这样我爸爸妈妈就能早点回来了 我小的妈妈 好观众朋友们 欢迎您回到军旅文化大视野 来我们认识一下这部未电影的创作者 我是解放军302医院政治部宣传科新闻中心主任戴新 在这部电影当中你是主创团队的什么职务呢 我是当当于制片人 制片人啊 对的 那我们看来这个电影不光拍得很专业 这个剧组的建制也很专业 还有制片人 我们是按照专业的那种设置和要求设置所有的人员的配置的 那太好了 那今天咱们就聊一聊这部电影的创作过程 我个人觉得还真是我第一次看到是从一个孩子的一个角度来描写军医 因为我们解放军302医院承担了很多这种海外的救援任务 所以很多的军队医务人员 医务人员他们都远离自己的家乡远离自己的孩子 有一次我们的主创人员之一李媛媛 她刚好到幼儿园去采访 了解到了给孩子的一个故事 老师布置了一个作业 说希望他跟他的家长共同完成一项作业 但是这个孩子他就无法完成这个作业 他说我的爸爸不知道去哪了 去哪了 只知道他是去对抗一种病毒 这个病毒是叫埃博拉 怎么对抗去哪了 他一概不知 所以他无法完成这个作业 自己感觉好长时间没看到爸爸 爸爸经常触觉 所以我们就专门选择这个角度的进行拍摄这个片子 别看这个角度 虽然从孩子这个眼睛当中是很小 但是他张力很大 一个孩子的情感应该是最真实的最朴素的 这是咱们电影的一个剧照是吧 这是主演 主演 是吧 这是主演 是这个部片子的主人公 这个小朋友 我觉得那应该在这个影片当中起到一个绝对 有关重要的作用 孩子的这个演员选择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小孩他不像大人 他没有一个自主的这种思维能力 理解的能力也很有限 所以当时我们也为了一个镜头 就一个情节 这个小朋友他就是为了要表现出他这一种 一种很想念的这种情感 他要哭 在课堂上哭 我们拍了好多遍 他一上午基本上就拍了一个镜头 所以我们感觉到确实这个片子拍起来还是挺艰辛的那个过程 因为现在大多数的孩子 尤其在大城市里面 可能更多的是爸妈妈一直陪伴在身边 他不知道这种分别 这种思念 他一种什么滋味 我相信这可能在过程当中 你们是下了一番苦痛的 对孩子怎么来启发 是吧 没有眼药水吧 没有 就是启发他孩子自然的这样流泪 对 确实挺 我们想保持一个原生态的感觉 扮演爸爸的这位演员是真实的军医吗 是的 2014年到2015年去非洲 执行抗击埃巴拉疫情的任务 他就作为医疗队员参加 在那里待了两个多月 回来之后又隔离了21天 可以说将近有半年的时间 没有跟孩子在一起 他的孩子我们了解到 就是当时在幼儿园里 找不到爸爸 一想爸爸 偷偷地在厕所里哭 所以这个故事都来源于真实的生活 也是一种真实情感的奔发 那么这位军医 父亲的饰演者 应该他是一个本色出演了 是的 我听说你也是到非洲援助过 是吧 我是跟随我们医院第二批 就原赛医疗队去的塞拉利昂 也是在那边待了两个多月 主要作为这个随队的记者 作为咱们的军事记者去的 对 然后在那边确实感触也很深 尤其是当我们穿上隔离服 跟他们一样 穿上隔离服进入病区 进行采访的过程中 将近40度的高温 穿着十几层的隔离服 汗水就已经模糊了眼球 在那个时候 你根本就无法的去拍摄 从那个经历之后 让我感觉到 这个军医真的不容易 尤其是作为一个传染病的 这种军医 这种危险性 应该是更大的 确实是很伟大 感谢你能够选择这样的一个角度 能够让我们更多的观众朋友们 从一个孩子眼神当中 理解了我们的军医 也祝愿你们能够拍出 更优秀的微电影 献给我们广来的观众 好吗 谢谢 谢谢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欣赏 下一部电影作品 全有家居 将绿色产业链 带到了您的身边 全新为您打造 绿色的产品和生活空间 绿色全有 温馨世界 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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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迪烤香肠 休息一下来跟柯迪烤香肠 客奸十分 美味满分 柯迪烤香肠 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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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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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边也不往是这样了 现在宝贝咋在这儿了 好舒服了 过来 张二好 来 立委坐 前两天是不是跟你班长帮忙问了 你们班长其实挺关心你的 他也是问你好 就是脾气有点急 这么前段时间放院总计考试 他也极力推荐你 平时对你言要求的是为了你好 下次注意点 好 立委 这些都是我用的趁手的老工具 送给你了 好好好 照片要上报总部统一销毁了 肇台 照办长无言的收拾着这些陪伴他多年的胶片 终于军区的车来了 老胶片要上胶销毁了 班长也要在这几天离开部队 在这之前 我给班长放了一场电影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回到军力文化大视野 我们接下来请我们这部电影的两位主创 给我们做一下自我介绍 我是来自火箭军基层部队的 也是这个片子的导演和编剧 我叫张鹏 我叫张浩玉 这小伙子就是我们新兵的原型吗 是的 演的那个角色特别的相似 拍摄过程中的 我们说你就本色出演 从没有拍摄过这种电影 然后一开始的时候有点紧张 然后慢慢就不紧张 就把自己带入进去了 跟平时生活一样 然后就不紧张了 以前有过表演经验吗 没有 你在表演是有什么样的体会 体会是跟那个平时 我们班长那个也是 平时教专业的时候 也会这样教 但是心里有时候不理解 觉得这个老教一篇啥的 就淘汰了 咱们用数字放映 然后就有点心里有点 稍微有点抵出情绪 拍摄的时候 就跟那个 跟平时 跟班长那个交流似的 也差不多 就是生活中的原态 对对 身边的人身边的事 他演起来比较自然 那个班长是一个东北人 他在联队里面排练过小品 有点经验 显得这个比较老成一点 他显得比较清秀一点 两个人在外形上就有差别 看到这一部微电影呢 我多多少少觉得 还是有一点点的这种伤感的 当然了 铁打的银盘 流水的兵 这个是我们部队的一个规律 永远他会有一个老兵要离退 新兵要接任 有这样的一个交替 有这样一个传承 其实我们这个片子 主要讲的是传承 传承什么呢 传承这个记忆 传承精神 再一个我觉得就是致敬 向他们的精神致敬 像我们火箭兵基层部队的 这个广大官兵 他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这种精神 他能把一个很小的专业 就类似我们片子体现的这个很小的专业 他做到了极致 传承的是一种精神 传承的是一种工作态度 传承的是一种使命感 是这样 是不是刚才你谈到了 就是说我们通过这样一个电影放映源 对于这个胶片和数字 对于放映的我们这个岗位 其实这样是一个小的点位 折承出我们整个 我们现在此时此刻军队对于科技强军 对于武器装备 一个大的一个发展方向的一种折射 是有这样的寓意在里面 是是是是 它是代表了一系人 火箭军种 因为这是一个高科技的部队 这是我们这个军种的特点 而且武器装备 是我们这支军种的立身之本 所以我相信火箭军的战友们 能够有这样的视角 也是非常非常独特的 对啊 像那个班长的那个角色的刻画是吧 随着武器系统 或者随着我们这个小专业 这种变化是吧 他们一方面是是传承他们的记忆 一方面也是向这些九龙和新兵 向新的技术 向新的这个武器装备 向这方面学习 我可能表达的这两层意思都有 对 非常好 应该是我们完全读懂了 你们创作这样一个初衷 如果这两者完美的结合在一起 我想这种传承会一直延续下去 一直会直接影响着我们这支军队的变革和发展 感谢老师 谢谢两位 感谢老师 也期待两位给我们带来更好的作品 好不好 好 谢谢老师 好 谢谢 谢谢 那么下周同一时间呢 我们继续一同来欣赏优秀的微电影作品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 不见不散 使用 答应